5 4 3 2 哈囉大家好我是Green 我是Denis 你現在聽到的是陪你一起度過炎炎夏日的好朋友 奔山野狼阿拉撒亞囉 歡迎來到第10集的第5集 沒錯奔山野狼是一個有兩位在日本當社處的雙男子Denis Green組組成的團體 內容是我們平常在日本的受苦經歷與人間觀察認真聽長知識輕鬆聽好舒服的吐苦水節目 剛好聲音很好聽所以放著當背景音也可以很舒服的收聽喔 不管你人在日本還是台灣不管你是學生還是初始會上班 只要你喜歡日本文化或是對日本有興趣都歡迎你的收聽 讓我們今天演習度過一段辛苦的時光吧 面對啦度過 聽完覺得有趣的話歡迎看一下訂閱加上Apple Podcast And Spotify無星推薦 並來跟我們留言聊天 Green和Denis土下座感謝你 開開開開 讓我們今天一起面對尖土的時光吧 讓我們今天也一起苦中作樂吧 苦中作樂也很熬舌吧 苦中作樂吧 我們今天一起 喔反正改完下一次念是你啦 反正你下次念再不順你還會再改 還會再改還會再改 嘿嘿嘿嘿 欸好熱喔 真的很熱 熱爆 不過是夏天啊 嘛呢 我其實很喜歡夏天這個季節 然後我很喜歡夏天會發生的一些 呃祭典啊 或者然後或者是一些 日本餐廳會出現的一些 季節限定的Menu 或者是超商會出現的一些 季節限定的冰品 飲料口味之類的 沒錯沒錯 但是唯一讓我覺得非常不喜歡的就是 氣溫 但是台灣也一樣熱啊 你怎麼會不適應呢 我覺得某種程度上 我心中那個台灣人的那個驕傲 其實有一部分正在 正在枯萎你知道嗎 不可以 我第一年流學的時候 我還在那邊自稱我是 南國的太陽之子這樣 對啊對啊你的太陽之子之魂啊 趕現在就等於是關西豆芽菜的感覺 趕晒個太陽馬上枯萎是不是 不可以不可以你們是南國的子民好嗎 我們我們我們可是在西子灣度過六年的男人 對啊你知道高雄的太陽高雄夏天的太陽是出去曬個 十分鐘你的皮膚就會發燙 對啊 現在日本的太陽算什麼 怎麼可以輸呢 還是還是會燙啊 最近真的有點誇張 我今天還在這一個明治神功外院的棒球場 打了就是一整個早上的棒球 By the way他說的現在是7月24日早上 啊對對這這集節目你要直接這麼直白的跟聽眾透露說我們預錄了很久嗎 對啊沒辦法啊 因為我下禮拜就沒有辦法錄音咩 我還想說就是要呼嚨過去就說 就好像是就是下個禮拜週末發生的事情這樣子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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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這麼real 我跟講搞不好下禮拜開始下雨有沒有 然後那個聽眾就說沒有啊很涼啊 7月底7月底OK 啊我們今天是7月24日 對 這是4日 的晚上 我們剛我們昨天剛錄完天之火老師的節目 對然後有一個人下個禮拜要出財 所以就是必須預錄節目這樣子 出大財啊 5 6日123 對對對 然後熊本福岡 熊本福岡 熊本福岡 這樣來回跑這樣 那你就可以吃這個 豚骨拉麵生馬肉 豚骨拉麵生馬肉 然後回去的時候坐船有沒有 回去從福岡坐船回來這樣子嗎 對 或是從直接開車越過阿蘇火山 然後去大分泡個溫泉再回來這樣 我覺得這不錯 我覺得這真的不錯 不行啦 8月3號星期三啦 而且從大分的港口你可以直接搭船回大阪 你還記得你有搭過嗎 我搭過我搭過 那個睡在床那個睡在床上真的超有趣的耶 你就直接就是出差結束之後開車去大分 然後那個Lentacar就是租車的話應該是到處都可以還 你就在大分還車之後 你就禮拜天的晚上上船 然後禮拜一早上六點到大阪港 不不不不不 我是禮拜五出差 然後禮拜六禮拜天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 那就禮拜三晚上開車去大分 然後泡完溫泉之後上船 對 然後搭船去大阪 隔天早上到大阪 沒錯 然後就直接往上班 然後直接走上 喔幹太射出了吧 太射出了吧 欸我覺得很棒欸 幹我星期四一定要請假 媽的我會死掉 不過我就幹過一樣的事情 就是 我真的幹過就是我那時候住在大分的時候 我就禮拜五一下班 就直接衝去港口 因為船是 我記得六點半還是七點發船 七點 然後我是六點下班 我是六點下班 對 七點 我就六點下班 馬上衝回家 馬上拿完行李之後 開車去港口 搭船去大阪 然後玩到 有夠hardcore 六日嘛 就是玩了禮拜六禮拜天 整整兩天 禮拜天 禮拜天晚上再搭船回去 然後禮拜一早上 直接從港口開車去上班 太扯了啦 這跟什麼 這跟那個大學生的那個作息是一樣的 不過 因為你在船上可以躺平睡覺 我倒覺得還好 確實 我覺得 我覺得 船上的那個 我是睡通鋪嗎 我也是 我也是 其實那個睡眠體驗其實沒有很差 因為他船超級大 大到你根本會忘記他是船 而且通鋪 基本上不會睡到很滿啊 然後 如果你 當過病 你有睡過當兵的大通鋪的話 基本上你會覺得 船上的通鋪 那個根本不算什麼 很舒服的 就是血 對 雖然說有點忽深 如果舒適度 舒適度一到十 然後當兵是三的話 那那個 就是大分那個船啊 大概有七或八 對對對有七或八 而且 船上還有澡 對 你可以 你可以就是 晚上泡完澡之後 在 船上的那一個交椅廳 就是 邊用電腦 而且因為他是 就是 離海岸不遠 他是 貼著海岸行駛的 所以有網路有WiFi 對對對 你就可以滑滑手機 滑滑電腦 上上網 泡完澡之後很舒服的睡覺 對啊 你睡起來可以帶一個 就是直接去投個那個 就是罐裝的啤酒 或者是罐裝的酒 酒類飲料 然後走去那個 甲板旁邊 然後邊看著那種 燈火藍山的延暗 嗯哼哼 然後邊喝酒這樣子 他還會有就是 提醒你說 欸哪些時間 我們會經過一些很 著名的大橋 大的景點 對對對對對 比如說明石大橋啊 還有這一個 連接北九州還有 那個叫什麼 山口縣的 一個下關大橋 應該下關大橋 對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就是他在通過這些景點的時候 他都會跟你說 就是他會寫時間 寫好好的 所以你就可以在時間點 走上甲板 然後看著 船從橋下經過這樣子 對 重點是你早上起床 你還可以再去洗一次早湯 對 然後再清爽的下船 然後在這12小時之內 你搞不好就遇到一個 欸看起來不太會自拍 但是很想要照相的女生 然後一起去大阪玩 不然不然我幫你照好了 這樣子你就聊起來了 就是隔天到大阪之後 你就直接公司請假了 走啊出去玩了 所以是不是不錯 你就照我的行程講了 就是禮拜三出山玩 不要這樣子 我只是普通的沙拉利曼好嗎 你就出山玩 打草回去 你忘記 你忘記如果我的那個行程 如果太hardcore的話 我會發燒喔 我會發燒喔 對 懶透了 運算能力過低的主機 直接開始發燙這樣子 對這個 呃呃 旅行係數過高 這個 這個負荷過高 負荷過高 直接當機 對啊 不對我們為什麼講到這個 講到你要出差啦 想要出差啦 對啦 然後今天其實想要聊一些旅遊的 相關的話題 對對對 再回到 對啊 我 一開始提到 我今天是去打棒球 卵式棒球 對 然後在明治神宮外院 喔 到隔壁就是這個東京楊樂多的球場 喔 Yakurodo的球場 然後這是一個社會人球隊的比賽 所以就是一個 各個公司就會派出他們公司的代表隊 喔所以 我們公司 是草野球 是那個草野球 是那個草野球 對對對 喔 社會人的野球這樣子 就是那個 我們之前在得到的那位課長 嗨嗨嗨 什麼課長忘記了 對不起 嗯我也忘記了 嗨嗨嗨 嗨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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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所以我們公司 就跟其他公司比賽這樣子 那為什麼會參加呢 就是因為我們公司 基本上 年齡層偏高 嗨 然後最近 招募的人 剛好都沒有很會打棒球的 喔喔喔 所以我就被抓去湊數 嗨嗨嗨 臭就臭了三年這樣子 所以我已經連續打了三年的比賽 嗨嗨 然後他們就會分 所謂的春季大賽 跟秋季大賽這樣子 嗨嗨 然後 其實這次打的好像是 比較晚的春季 嗯 雖然已經夏天了 但還是算春季大賽 然後秋季大賽的話 好像會在10月11月 喔感覺好好玩喔 再打一次 嗯嗯 然後重點不是在打球 對 重點是在打完球之後呢 我們都會有一個 呃 肯親會 嗯嗯 贏的話是慶祝會 輸的話就是檢討會這樣子 啊 辛い呢 啊但是都沒有在檢討 大家都是在喝啤酒 就是 我們只要 打完比賽呢 他們就一定會 逾越一個場地 嗯 然後就開始喝啤酒 就是吃巴 今天是吃BBQ 今天是在這一個 明治神宮外院 旁邊有一個就是露天的BBQ場地 這樣子 啊現場就是那種小朋友 就跑來跑去這樣 呃對蠻多的 可是整體的氛圍是蠻 歐夏勒的 喔 畢竟在明治神宮外院旁邊這樣子 嗯嗯嗯 然後一個人是約五千塊日幣 合理啦 但是是兩個小時的 吃到飽跟喝到飽 那真的便宜便宜 那還不錯還不錯 但是就是品項沒有很多 品項就是基本的 呃三種肉 雞肉 豬肉 牛肉 然後加上 呃蔬菜的拼盤 嗯 以及 焼きそば 炒麵 還有香腸啊 還有一些 吃くね 吃くね叫什麼 雞肉丸 好像就沒了 但飲料是蠻多種的啦 你知道日本人很喜歡喝酒 就是各種沙瓦 啤酒 還有調酒 讓你直接在吧台 就隨便 倒這樣子 隨便點這樣 いいね 沒有沒有 不是點 就是他直接放著自動機器在那邊 給你自己去倒 喔 セルサービス 就是自助服務 自助服務 はいはいはい 對今天早上就是 早上早起啊 搭車去都內比賽 いいね 然後曬著渾身 紅紅黑黑的這樣子 哈哈 然後在下午就去喝了一個冰涼的啤酒 幹真的很昭和欸 然後晚上回來錄音 但就是陪大叔啦 大叔們都還是有著一個熱血的野球魂 你知道嗎 雖然說 大家都已經50歲 有時候有些人甚至60歲 我們的監督 我們都監督 今年62歲 喔 嗯然後我們的 呃 一壘手 好像51吧 二壘手好像48 三壘手好像是53之類的 就平均年齡層超級高的大叔球隊 哈哈哈 哇那個守備力還好嗎 還可以還可以 那個感覺就是很容易被打穿欸 哈哈哈 但是我們的外野就是我們游擊二壘 還OK 然後外野就是派年輕人 因為畢竟就是你知道手臂不夠力 要跑這樣子 而且外野要投比較遠嘛 就是從外野投回群內野要投比較遠 所以我今天是守外野 我今天是守右外野 哈哈哈 你是最年輕的 我是算年輕那一群的這樣 我們年輕人大概有四 欸三四個 對大概 三十幾歲 你知道三十幾個算年輕人你知道嗎 哇塞 嗯 這個氛圍真的是完全不一樣 嗯 我們我們家公司完全沒有這種這類型的東西 沒有一些球隊比賽 社團 社團 社團有啦 但是這幾年就沒有在沒有在運運作這樣子 嗯哼哼哼 就還沒有復甦啦還沒有復甦 哪有活動哪有活動哪有活動啊 因為我一直常常聽你會去參加比賽 所以我從那邊就感受到 呃 志強活動的有無的差別真的是蠻大的 啊對我好像在節目當中也講過我去打比賽齁 對 你講過蠻多次你去比賽的 哦幹 我們節目做兩年了 呵呵呵 兩年半了喔 啊對對對 所以就是今天又再去比賽了一次 然後 第一次在明治成功 因為之前 因為2020年東京奧運的關係 所以他們這邊場地是有被借給東京奧運的 那這邊還有一個國立競技館 國立競技場也在這邊 對對對 所以當時是無法使用 因為他把這邊場地整備好 要提供給奧運選手比賽做使用 所以我們之前還沒有在明治成功 然後我是第一次在這邊比賽 覺得 欸蠻新鮮蠻有趣的這樣 我覺得輸贏啦 什麼東西都其實都是其次啦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你有辦法 以球員的身份在這麼大的場地 好好打一場球 我覺得那真的是蠻快樂的事 蛮有趣的 蠻有趣的 對對對 我懂我懂 嗯然後呢這個就接到我今天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雖然講了已經講了16分鐘 還沒講到旅遊景點 呵呵呵 我今天呢其實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個 我覺得比較不一樣的一個東京 嗨 就大家提到東京一定會想到 比如說 東京鐵塔 呃還有所謂的Skytree Skytree 潜草 潜草是雷門嘛 然後Skytree叫做什麼天空塔嗎 天空塔 是嗎 對不起我忘記了 沒錯沒錯沒錯 然後或者是像東京講到東京新宿啊 那六本木啊 六本木是接到東京鐵塔下面那一塊嘛 對 或者是秋葉園 嗯 當然這都是一些非常有日本的風味 或者是新宿 還有東京車站 對對對對對 東京車站 然後新宿有歌舞伎丁 那我今天經過了明治神功外運的時候呢 我就經過了一個聖德紀念繪畫館 哦 對 它就是一個融合了大理石建築 還有石灰 還有那個混凝土建築的一個 很有歷史風味的建築物 但是外表很不日本 嗯 對它建於1926年 然後它的目的是為了紀念明治天皇 嗯 因為明治神功嘛 然後是為了紀念明治天皇 嗯 然後它在那邊 就展出了明治時期的日本繪畫 以及西洋繪畫 哇 然後大家可以搜尋一下 就是有興趣的話可以搜尋一下 聖德紀念繪畫館 它的位置就在於明治神功外院的棒球場的旁邊 對 對 然後在搜尋一些資料的時候它還是顯示說 這是當初日本少有的圓頂式建築 就在以前的日本建築來說是沒有這種圓頂式建築的 然後在不管是寺廟啊還是神社啊 都沒有這種圓頂式建築 嗯 然後日本的建築家呢 一開始也不知道該怎麼去建造這種圓頂式的建築 嗯嗯嗯 對然後終於在1926年 他們在這個明治神功外院建了一個非常壯觀的一個聖德紀念繪畫館 哎哎哎哎哎 除此之外呢 在明治神功外院的旁邊 步行約15分鐘的一個地方 嗯 有另外一棟建築物 我也是覺得非常特別 想要今天分享給聽眾朋友就是 營兵館 別稱又叫做赤板離宮 然後他在1909年建造明治42年的時候 建於明治42年 然後他的原本的用途是皇太子的住所 嗯 他原本天皇是住在皇居 嗯 那皇太子就是住在這一個赤板離宮 現在叫營兵館 嗯 那他特殊的點在哪裡呢 嗯 他特殊的點是他也長得很不日本 對 這個我我剛一看的時候 我還以為是奇美博物館你知道嗎 有像有像 就是他就是完全的西式建築啊 他是日本唯一的歐陸辛巴洛克式的宮殿建築物 哇 對他在1909年 他這棟建築物是從1899年明治32年 開始建 建到明治42年1909年 然後當時是很 好像流行的這種建築風格 就是所謂的巴洛克式建築物 他就 我覺得是跟隨流行吧 最早看到資料是怎麼顯示的這樣子 流行要花那麼多錢 真的是 貴之天皇 他是天皇的 兒子皇太子住的地方這樣 嗨嗨嗨 對 然後當然隨著這一個二戰結束啊 然後天皇的權力算是慢慢慢慢的被削減 那他之後就把這一個營賓館提供給日本政府當作政府機關的建築使用 然後到了最後呢 他在2009年被指定為國寶 就是所謂的國家級的重要文化財 對在創建100年之後的2009年被指定為國寶 並且在2016年開始開放給一般民眾參觀 嗯 然後他的腹地也是非常的大 但是我看到的第一眼我還以為我來到了法國這樣子 嗯嗯嗯 對你可以看到 尤其你可以在Google地图上也看到 他從他的正門走到他的 就是他有一個非常大的腹地 然後你從他踏入他的腹地 開始走到門口 也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超大 然後他的整個宮殿建築 你可以看到就是很不像在東京 很不像在日本這樣子 對 真的是蠻酷的 所以這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給大家兩個 我覺得來到東京 如果你想要看看 比較不一樣的東京的話 也可以來這兩個地方走走 對 對 對 像我沒去過歐洲吧 我沒去過法國 這或許是我唯一可以接觸這種歐陸式建築 新巴洛克式建築的宮殿建築的地方 嗯 壽然欸 真的很有異國風情 沒錯沒錯沒錯 而且是一個文化財這樣 不是那種 欸最近新蓋的 真的是有他的歷史意義存在的 嗯嗯嗯嗯嗯 那你呢你在京都有沒有什麼 我相信京都應該有很多這種非常具有歷史意義的建築物了 對然後既然Dennis介紹了一個是西洋風格的古日式建築 那這邊京都也要來介紹一個一樣類型的西洋風格的 具有歷史意義的建築 它叫做京都文化博物館別館 嗯嗯 對那其實呢它的規模呢其實比呃 吃板理工小很多 因為它本來呢 它並不是天皇的一個機構 它本來呢其實是日本銀行的京都支店 日本銀行 它的前身是日本銀行的京都支店 嗯 那在1906年呢 竣工 也就是你剛剛說你那個 欸是1909年蓋好的嘛對不對 沒錯沒錯 對它這個是在它三年前 就是剛蓋好 同一個時期 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屋頂其實 那個甚至那個屋頂的顏色是都是 都是綠色的這樣子 然後是西洋建築 然後就是非常的歐洲 然後它就是一個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形容它欸 它是一個磚紅色的建築 嗯嗯嗯 然後非常有菱角 然後非常聳高 而且它的窗戶非常的大 嗯哼哼哼 對窗戶大小呢 基本上是區分 歐美還有日本建築物非常具 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差異之一 因為日本的建築呢 其實窗戶都是很小的 它們的光線呢其實都是透過 照入庭院反射進室內這個東西 なるほど 對 但是歐美的建築呢 它們會採用自然採光 也就是會直接讓光線射穿 欸就是 經過你的窗戶直接灑進室內 嗯哼哼哼哼哼 對對對 那對於一些 對於一些文學家來說 就是日本的這類型的 就是反射光進來的呢 其實是非常美的 甚至有一個作家呢 叫做古奇润一郎 古奇润一郎 对他有写过一本书就叫做音译里战 他就是在赞叹就是这样这样 那是一本就是随笔这样子 然后他里面就有就是在赞叹 透过这种反射照进来 然后的一种日式的美感 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呢 是非常不一样的 就是因为他是完全的欧式建筑 那他就是回到我们这个京都文化博物馆 他其实呢到1965年为止呢 都是日本银行京都分店的一个主要的馆场 然后你基本上你走进去看的话呢 就像Denis刚刚看到的时候 之后他就说 这个真的是很古典的银行的感觉 对不对 对对 他看到他的内装就真的很银行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他就会有一个一排木制的窗户 然后每个木制的窗户底下 都会有个小拉窗 对 然后你在很多美国的老电影里面 都可以看得到 就是他们在去银行办事的时候 就是银行的职员 就透过那个拉窗 他们就把窗户拉起来 然后替你申办一些银行手续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或者是什么哈利波特的魔法布 对对对 类似这种感觉 他就是透过一个一个木制的小窗户 展览空间 对那之前呢 在春天的时候呢 就是Green有去参加一个 叫做京都国际写真记 京都国际写真展这类型的大型的国际展览呢 其实他也会被出界为场地这样子 我就有去在这边看过一些展览这样子 对 那就是一个从外形啊到内装啊 以及走在里面 你脚踩在那个木板 有时候会稍微的陷下去 他不是 他不是坏掉的陷下去 而是那个木头质地 踩起来的一种很独特的柔软的感觉 他跟磁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 然后他里面会有一种就是很古典的那种木制楼梯啊 反正就走起来就是很舒服的一个展展览空间这样子 对 然后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如果有来关西的话 可以来这边就是看一看这样子 我觉得关西应该说京都啦 人家说到京都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紫园 对对对 四条 OK 然后异技 然后可能还接着八板神社 或者我们之前有推荐给大家的 这个叫做 有狐狸的那个神社 清水寺 不是清水寺 另外一个有狐狸的那一个 道河大社 对道河大社 当然这些都是非常具有日本传统 对 的一个风味的一个地方 对 但是 有时候也会想要推荐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给大家 稍微有点不太一样 没那么日本 但又很日本 就是观光客它不会只有外国人啊 就是本地人也很多这样子 因为它是位于三条 然后你只要搭车搭到屋檐浴池哦 然后你就是屋檐浴池附近全部都是银行 它是一个商业繁华的地方 然后你就稍微往南走一点点 然后你就可以到三条 然后你就可以一路玩下去了 就你就先去逛个 你知道就是如果你要安排约会行程的话 你就可以先下午啊 大概约个两点或是三点啊 然后开始去京都文化博物馆别馆 看一个比方说什么吉普利的建筑展啊 有没有 然后就是看完之后还可以去隔壁的那个 就是高级的面包店 有没有 买一个好吃的小点心啊 然后散散步之后 觉得好像有点饿了 那我们就直接往东走 有没有 往东走 慢慢的走去朝着鸦串的方向 在那附近呢 有一家叫做三岛亭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级的寿喜烧店 哦 这是一定是一个很 怎么讲 重要度很高的约会 说说说说 如果 如果就是你今天是一个很平常的上班族 但是你约到了暗民日相的话 你大概可能就要走这个鬼壳 三岛亭 三岛亭寿喜烧 对 他一餐大概多少钱 大概两万多 两万多的话 如果依照现在台币的汇率应该约五六千 对 应该不到六千 因为没有0.3了 所以就是五千多台币一餐 对 基本上你说五千多一餐台币 对于三十岁的上班族来说会不会很贵 其实 你如果真的在重要节日要去吃的话 那其实是很OK的一个价格 但是 如果你今天只是星期五晚上 然后跟朋友就说 要不要去玩一下这样子的时候 如果你要去吃这间的话 你可能就会有一点门槛 的那种感觉的餐厅 对 然后去吃完三岛亭寿喜烧之后呢 我跟你讲 那附近有一间我超喜欢的酒吧 叫做 你再说中文吗 我在说法文 你再说一遍 你再说一遍 哈哈哈 你說日文吧,你說日文吧先生 就是Ru Club架子 OK,所以在搜尋的時候大家可以搜尋是 LE,記得不是RU喔,是LE,因為它是法文 它是法文 然後Club就是C-L-U-B,Jack就是J-A-Z-Z 對對對,它基本上進去入場費就是2000日幣嘛 就是大概500塊左右 然後就是,可以點一杯飲料 然後就會有很多,它會有很多的open session的時間 然後它一進去就會問你,你是樂手還是客人 這樣子,然後如果是樂手的話 麻煩這邊就是幫我們填排隊的資料 你就直接可以上台,就是free jazz這樣子嗎 對,你就可以上去 因為很多人,他們那邊有固定的三位樂手 就是鼓啊,然後還有bass跟鋼琴這樣子 然後那三位基本上都懂很多的standard jazz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vocal的話 你就帶一個簡譜 然後一人發一張給他們 然後稍微講一下就是AB段的一些進行方式之後 然後他就會幫你,他就會介紹你 然後就說 欸,今天我們邀請一位來自於台灣的vocal Green Song這樣子 然後我們要演唱的歌曲是 比方說I wish you love這樣子 然後你就開始唱歌 然後兩首歌之後就換下一位這樣子 欸,我們邀請下一位來 又是來自於台灣的Denis Song這樣子 然後就換你上去 你就是去那邊,你除了純欣賞之外 其實你還有另外一個機會是可以請專業的樂手 不是樂手,專業的樂手幫你伴奏 然後你在那邊稍微的表演一下這樣子 他們搞不好也不是專業的爵士樂手 他可能跟你我一樣都是上班族 但是他們很有經驗 對,但是他們都很有經驗這樣子 哪如何都是一個 就是那種讓任何人都可以上來session的一個 我覺得氣氛蠻好的一個俱樂部 我覺得超chill欸 就是你帶下午帶你的約會伴侶 去吃,去看這個銀行 喔幹,這個很有格調 在吃了一個非常好的壽喜燒 對 晚上帶他去這個爵士酒吧 對 然後偷偷的報名有沒有 他舔 聽眾你舔樂手 然後直接在台上跟他表達你的愛意 走,要走 這首歌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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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我最重要的拍檔 為我唱的 我希望你愛 中,這個可以中 這個會 這個有喔 有沒有覺得 從第一季第二季的鳥貴族到現在 我是不是有一點成長呢 進步了進步了 進步了進步了 我覺得可以欸 就是最後來 我把這首歌獻給我 心愛的人 今天你又會對象這樣 對對對對對 然後就 當天晚上就可以 開開心心的回家了 對啊 對啊 加分欸 這個大加分 我覺得真的大加分 對啊 而且那個離鴨川很近 所以你們真的 呃 玩累了 然後就是想要去行酒 然後想要去搭車 那其實可以稍微走一點點的距離 去三條金板站 然後你就會路過鴨川 那你就可以在 三條大橋上面就是看看風景啊 然後聊聊天吹吹風啊 星星酒 對對對 邊聊天邊散步 然後走過橋的時候就 欸好像還有點暈 然後我們就站在橋上 然後對方就 頭靠著你的肩膀這樣 然後開始望著鴨川的風景 完美的約會 然後結果對方居然說 那些 但是其實我已經結婚了 快要結婚了 快要結婚了 我今天在做什麼 我今天工都白費了嗎 你就被當小白臉這樣子 對 把畫面停留在那個 停留在美好的 對對對 美好 氣氛很好那個晚上 對對對 喝完酒聽完歌 然後散步出來經過鴨川 然後投靠在肩上那個moment 我們停在這邊就好了 好好好 而且而且這個時期的那個鴨川 其實非常的熱鬧 為什麼 因為他們會有納涼床 對對對 就看著鴨川上面的 所以你會看到 就是燈火藍珊的一些酒客 然後大家就玩很開心 然後你就可以 很舒服的這邊吹吹 就是晚風這樣子 嗯 いいと思います いいと思います 那今天呢 其實 介紹了幾個 比較 不那麼日本的一些觀光景點 そうだね 對 但是呢 就如同 天之火老師上一集有說到的 他在選定一些 台灣元素 應該說他在選定一些 畫作當中的元素的時候 他其實 沒有必要 每個元素都那麼的台灣 嗯 沒有必要 呃 女主角手上拿的飲料 一定要真來 沒有必要 呃 女主角手上提的食物 一定要是小籠包 小籠包 對 因為台灣並不是這麼的單一的 對 有時候一些 看起來不那麼台灣的文化 比如說 呃 機車的後面掉了一個 呃 無敵 或者是三眼怪 對對對 嗯 但他就是台灣真實存在的一個樣貌 そうだね 對 像我們今天想要表達也是說 其實日本也不是這麼單一的 他又不是只有和式建築 或者是一些什麼壽司拉麵啊 對 他們還是有很多 他們吸收了西洋的能量 然後自己內化出自己 呃 又是被消化之後所呈現的西洋 對 所以 呃 今天分享這些景點 可能看似不怎麼 不這麼日本 但他卻也是日本 呃 最真實的存在 或是說他已經是融入了 現在的日本的一個部分 這樣子 嗯嗯嗯 沒錯 沒錯 然後也聽到了一個 呃 非常推薦的一個 非常棒的約會行程 沒錯 大家趕快 帶著你心愛的女伴 趕快去京都 玩一玩 然後不要說是我介紹的 哈哈哈 你說那個 進去爵士酒吧 就伴奏老師 彈得超爛 這樣子 然後開始罵人 就是他就回來罵你 為什麼要推薦我去這家 樂手很爛餒 哈哈哈哈 伴奏很差 我想要告白的時候 結果就 拉插這樣子 呵 那是因為你沒有看節目表 那一天是那個 國中的爵士 爵士部門的發表會 呵呵呵呵呵 哈哈哈哈 嗯 嗯 我 有機會我也去京都去看看好了 對啊 好好準備幾首歌啊 上去唱啊 啊啊啊啊啊 恥恥恥恥恥 可以可以可以 呵呵 好啦 我們今天的節目也就差不多 到這邊告一段落啦 我是Green 我是Denis 你現在聽到的是 陪你一起度過炎炎夏日的好朋友 奔山野狼 阿拉薩亞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大家掰掰 不過我聽到炎炎夏日 其實我第一個想法 是要去海邊 所以我等了 每到夏天 我要去海邊 好不好 下一句什麼 海邊有個漂亮高雄妹 高雄妹 喔 呵呵 睡眠 走 我答 acom 嗯 嗯 有 我 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